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0日星期四 今天焦點有我周庸和大家見面 今天只是想說一件事 就是延續上次的話題 香港在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之間的取捨 我剛剛到處說了一個總結 我覺得如果你到處說 然後再聽這一段 兩者合起來你就會明白我們現在香港站在什麼位置 今天焦點特別想跟大家提出什麼呢 就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出了一段文 這段文老實說 講是講疫情的問題 但是石破天驚 他開手講什麼呢 通關與否 是民生正確 亦都是國家政治的正確 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是愛國者治港 是不是真心為民眾謀福利和和國家融合 講是非常之重 語氣非常之重 我們逐一段我們在他的文中抽一些出來 和大家聽一聽 讓我們了解一下田飛龍說什麼 田飛龍其中一段是這麼說的 他說遺憾的是什麼呢 香港的AO黨即是政門官沒有真心實意 是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抽行 即是沒有做的 而是敷衍了事 無心無力 最終破防 哇 重不重 好了 他繼續說 他們的破防是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系 這就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 即是跟著與病毒共存的路線走的 香港的AO黨習慣和信以為真確信 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這一刀一刀見血插得很刺激 他跟著說 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 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 香港的AO黨們不以為言 因為既然特首都說他不是動態清零的恥作勇者 其他政務官更不可能是 其實大家要明白特首說他不是動態清零的恥作勇者 這個恥作勇者是有點貶義的 究竟他是真的貶動態清零 還是他中文不夠好用錯詞語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特首說我不是動態清零的屬性 就是首先提出來的 這個可能是沒有貶義的 到現在老實說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中文不好 還是暗貶內地呢 那麼田飛龍繼續說 他就說 他說AO黨只是抱著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 對於動態清零就照胡佬或飄而以 口是心非 被動執行 結果就靠運氣 不可以就拉倒 好 躺平反而盡快和西方通關 反正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 和西方更密切 如果我們看了田飛龍 即是說了剛才這段說話 語氣之重 是真是未試過這樣 即是你說在左派 即是你說在內地系統上說話 有幾可你看到是去到這麼盡 所以這一段東西 我們特別是提出來讀給大家聽 好了 完美呢 還未呢 他又說西方國家 即是這個動態清零有沒有試過呢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西方也有些國家或城市嘗試 嚴格管控的動態清零政策 奈何民眾分化 政府無力最終只能放棄 堅持是最難的 放棄是簡單的 但西方政客的邏輯 就是說只要民眾理解和接受了 所謂部分人淘汰的代價 是無損於他們的合法性 和政治權力的保有 動態清零對西方來說 非不願也 實不能也 這個解釋了 即是他看動態清零 外國其實有事 不做不到 所以放棄了 那麼香港究竟是走哪條路呢 他繼續有事說的 他文中 田飛龍繼續說 與病毒共存 道德本質是自然主義 是優勝劣態 淘汰的態不是敗的 是殘酷無比的 對面對病毒強者 是不願意與弱者共存 任由病毒 對弱者進行淘汰 這是很重的語氣 就是點名了 與病毒共存 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 跟著下來 田飛龍在文中說到 香港和國家在這次疫情中 所產生的問題是甚麼 他說 香港雖然在主權秩序上 系於中國 和更加用愛國者治感的基本原則 承諾尊重及信任國家 但是根本沒有完成社會性 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 沒有做到心智改造 他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 只是靠運氣 不是靠理性和責任心 這一次 Omicron可能耗盡香港的運氣 我們是否走去 一個我們走不回頭的路線 田飛龍是怎樣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走去哪裏 是否真的走向與病毒共存的路線 我們是放棄了 或者口不是放棄 但是我們都是滑下去 與病毒共存這個位置 田飛龍跟著就有這些說話說 如果終止動態清零 香港無論付出哪一種代價 最終都是與西方通關 而不可能與內地通關 這個很重要 究竟我們是否被迫走一走 與西方通關 沒有與國家通關 這個精結所在 這個通關之痛 就是香港制度與內地遠距離韓光 就是外國者治港無法穿透的價值迷漲 雖然這種結果似乎是完成了香港AO黨和黃絲的心願 實現了佔中和修例風波 都無法實現與內地長期隔離的心願 卻對粵港澳大灣區 北部都回區 和一國兩制的融合發展 帶來嚴重的意義挫折和政治打擊 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香港在制度上和能力上 都無法融入各家發展大局和治理體系 躺平一時舒適 他的代價遠不止部份人淘汰 講到這裏 我都要覺得一個內地系統提出來的指控 真是這次是大的 究竟特區政府會怎樣處理呢 是否當他法國方不理呢 民眾現在亦都在說 究竟我們在走哪條路 究竟我們怎樣做呢 最後來田飛龍是有這番說話說的 香港抗疫是大政治 考驗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 和承擔一國兩制戰略轉型重任的能力 亦都是香港制度和國家制度 互動性和融合前景的重大測試 香港在防疫中是要更自信 但是更挫敗 是更融入國家 還是更遠離國家 是充滿不確定性 香港現在需要的不僅是批評和鞭策 而是更多的理解 支持和引導 這個理解 支持和引導 是中央要做的 問題就是在香港墮入深淵 脫離了國家動態清零的路途上 是不是中央要多出一點力 要香港理解它的錯 支持香港和引導呢 是不是中央要踏出多一步 去幫香港動態清零呢 好 今天焦點就說到這裡為止 大家好好想一想 田飛龍說的話 對香港的影響將會有多大 拜拜